1 2 1 2 然後屁股往前推 其實我目前看起來大概兩個點 第一個是骨盆角度還是一點點的 就是那個跑步到底是要大步比較好 還是小步比較好 右左右左去感覺每一隻腳在換步的過程 沒有出力的瞬間 而且我覺得可能因為想要抬快一點 我就會比較小步一點 所以如果你已經可以勾起來 代表你已經往前伸太遠 這個時候就比較容易會有腳跟的衝擊 好 他就抽筋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叫楊德瑞 今天來到我們年度企劃的第四集 終於來到第四集了 這個企劃真的是敲了非常久 一年只能產出一集的量 今天呢也就是交明的人來跑步 那第四集我們邀請到了重量級的來賓 今天我們人來到了 這裡可能看不出來是哪裡 但我們現在人在台南的漁光島 所以我們就直接邀請在地最重量級的台南JOSH 嗨嗨我是架許 嗨今天這一集呢 也算是我們 我其實看你跑步超級 也沒有超級長應該半年以上的時間 因為我跑步是被人家陷害 互相上一直招握跑步 然後招握我最魁禍手 這是我的健身教練Feacher 超級跑 那接下來在跑步的計畫當中 有什麼目標賽事嗎 最近會跑一個古都馬 然後四月還要去跑四八打 一樣是被陷害 超級長想來調整一下跑步姿勢 沒錯我們今天呢 等一下就會來看一下 目前兩位的跑步動作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地方可以優化 然後我們再針對一些 可以給兩位建議的地方 提供一些訓練的參考 然後我們等一下拍攝一下 調整前的動作 再拍攝一下調整後的動作 然後透過兩位的動作分析 分享給大家 雖然我現在還沒看到兩個 你們兩個的跑步動作 所以還不知道 會不會能調的東西很少 但希望等下的調整過後 是可以有感的覺得 跑步變得輕鬆了 不是說讓你們兩個PK一下 就知道有沒有得調 這個漁光導致的路很長 你們先跑一趟回來 然後看是誰教誰這樣 先從哪裡 好 那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 全撤 GO 好 OK GO 我們先看Josh的動作 其實我目前看起來 大概兩個點 第一個是 骨盆角度還是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下沉 就是在著地這個瞬間 屁股其實是有一點點V字的 那我們盡量在著地的這瞬間 會比較希望變成一個直線 是會比較好 但如果你下沉越多 你的力量就會有越多的流失 因為跑步其實就是比誰可以在移動的過程 減少你的上下跳動 經常是把力量往前 對 但如果你在著地的這個瞬間 會陷下去 你就要重新蓄力 然後再往上前進 所以力量就會有一點點分散掉 那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調整的地方 就是髮關節的位置 第二個是腳 就是左腳的腳跟落地之外 會有一個想往前伸小腿的動作 我們會把它修正再小一點點 就不會讓它小腿延伸出去這麼多 當小腿往前延伸之後 就是它的動作就會被限制在 腳跟著地 可是如果你小腿正常抬起來 自然放鬆的情況下 理論上腳尖是不會勾起來 就已經會碰到地板 所以如果你已經可以勾起來 代表你已經往前伸太遠 這個時候就比較容易會有腳跟的衝擊 就會有一個煞車的動作出現 我們來看一下教練 教練的動作 我們先看腳的動作 剛剛提到腳 教練的動作就比較堅全腳掌 這樣的滾動效率就會比腳跟落地 來的稍微好一點點 看起來雖然腳跟好像還是勾起來 可是在下一針 在著地的這個瞬間 它就已經是全腳掌一起踩 它的滾動效率就會比你的 可能是棒棒 兩段來的再好一點點 教練的屁股這個位置 比較接近一個直線 落地時間比較短 碰了就過 碰了就過 它就沒有下層這麼明顯 那下層越明顯 就是我們講的垂正幅越高 然後教練還是有一個 可以稍微好一點點的地方 就是小腿其實有點勾太高 造成的動作跨比較大 右腳會比較明顯 你看右腳離開之後 左腳就會直接往前 可是你的右腳會有一個 想要往後勾 對 所以我們也會針對這個動作 做一些馬克超的加強訓練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開始 進行第一階段的練習 先做送寬前傾的練習 好那我們等一下第一個要從 就是落地點的練習開始 其實跑步動作我覺得 因為兩位已經都是有跑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講太細節的內容 因為我覺得動作上沒有太大問題 跑起來都是流暢 但小地方可以更好 就是我們第一個先來體驗一下落腳的位置 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腳抬起來 往下踩的時候 如果可以接近全腳掌著地 在這個瞬間其實滾動效率是很快的 我們等一下嘗試再往前抬腿的過程 然後讓你的全腳掌同時著地往前踩 然後換步 所以你要往前踩一二 好然後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要練習的是 你腳跟著地踩 然後另外一腳往前一二 去體驗一下有沒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我們先練習是抬腿 然後全腳掌一起踩下去 往前換步 換成腳跟往下踩 然後再往前換步 抬腳跟踩下去 然後再換步 理論上 你應該會感受到 在全腳掌落地的時候是 就順著鞋子這樣滾動往前 但如果你做的動作 會比較是腳跟落地的這個動作啊 它可能就會有 第一個是膝蓋覺得衝擊比較明顯 第二個就會覺得 兩隻腳沒辦法很快的一二 我們再練習一次喔 想辦法在全腳掌著地的時候 最快速的完成一二換步 好試試看 預備 Go 一二 好然後變成腳跟著地 然後做快速的換步 就會被先擋住一次 你才有辦法把後腳往前抬 所以在往前的過程中 我們常常跟大家說 不要腳跟落地 其實我們如果做全腳掌著地 也是腳跟落地 只是這個滾動的瞬間是很快的 但如果你是很明顯的腳尖勾起來 然後小腿往前延伸太多 就會讓你的腳跟落地 是先有一個擋住煞車的動作 才可以讓你的腳一起落下 才有辦法往前滾動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注意的點 就是在落腳的時候 盡可能減少抬腿的過程 小腿往前延伸 小腿是自然下垂 小腿自然下垂 往下踩的時候 它就會落在身體重心附近 好第二個重點就是剛剛講到 身體重心附近 如果你的腳抬起來 然後往下踩的過程 離身體太遠 就會有小腿前伸的動作出現 這個時候就會強迫自己腳跟著地 因為你不太可能往前伸 又用腳尖著地 這動作其實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在抬腿的過程 都會盡可能希望 小腿不要太主動的參與 往前伸腿的過程 只有大腿抬 然後往下踩 其實基本上都做不到腳跟著地 可是如果你的大腿抬 在落地之前 又想要往前延伸多一點 你可能就會往前跨出去 這個時候腳跟就會出來擋住 就會有煞車的動作出現 所以我們等一下先從 第一個 就是馬克超的練習開始 把分解動作做完 就是抬腿 往下踩 往下踩的過程 第一個開始 我們做馬克A向前 塞個90度 然後做的時候先從走路開始 等一下先原地 原地抬 然後手跟平常跑步的動作一樣 對前後擺 往後擺的時候到髖關節這裡就好 然後手肘大概成90度 小於90度 對 然後做的時候大概有點是夾背的感覺 擺手的動作會有點像是 往後斜45度擺手 然後背有點是收緊 往外開一個拳頭的距離就好 所以斜45度往後推 像Josh這樣就有點太低 所以稍微縮小一點 好來預備 出發 Go 對往前抬 很好對 所以剛剛是抬直接往下踩 等一下是墊腳起來 抬 抬 然後白手的位置一樣 維持前後擺90度 墊腳起來 那落地的時候是 落地的時候就正常全腳踩下去 只有離開地板的那一下那 墊 墊 墊 好我們直接開始 Go 對 夾 夾 對 手腳不行 一二 手拆開也可以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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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對了對了 協調比較不好 有時候馬克超做起來會有點怪怪的 那協調會影響到跑直的流暢性 好馬克A的動作我們大概就做成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剛剛都是拆開的 等一下就一腳做一次 一二換邊 所以動作等一下會是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抬 踩 踩 換邊 踩 對 一次一腳 然後腳都是抬3個90度往下踩回來 好接下來我們做馬克B 剛剛做完A的動作抬腿 接下來馬克B就是畫圓拉下來 那這個動作比較是控制抬腿之後的主動往下踩 不然你的頻率太慢也會導致你的移動速度下降 所以我們會控制第一個步劇場 第二個就是換步快 所以換步快跟馬克B就很有關係 就是抬腿我要主動往下抓 抬腿我要主動往下抓 所以我們等一下先走路向前 然後我們走路的動作會是 抬 畫圓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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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圓下來後腳旁邊 抬 抬 往前不用移動太快 但是動作要做到畫圓拉下來後腳旁邊 對對對 好我們直接出發 GO 畫圓 換邊 對 對 下來再放鬆一點 下來放鬆一點 對對對 有點 沒有力的掉下來這樣就好 放鬆 放鬆 刷下來 我們等一下動態向前的難度會比A來的再困難一點 因為在移動的過程還要顧到這個畫圓的動作 其實是協調性上會有點卡關 所以等一下一樣手插腰 那我們動作就是抬畫圓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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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記得2的時候是往下 1的時候不要踢出去 1的時候跟剛剛一樣3個90度 對 3個90度 畫圓 畫圓 對 1 2 1 2 對 然後屁股往前推 1 2 1 2 對 支撐腳不要往後滑 對 直接往下抓 往下抓 對 夾 夾 對 你會感覺大腿抬的時候小腿被動的被夾起來 對 很好喔 好 馬克超 我覺得做到這邊差不多 我們等一下準備進行第二階段的訓練 等一下我們一樣要做前傾的練習 但是剛看影片 會比較發現Josh的骨盆稍微往後掉多一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先練習第一個 把骨盆往回 有點夾近往前 然後上半身先不動 所以收回來 用這樣的方式然後想像這邊的條線板 讓你拉走 所以你會覺得你會 骨盆稍微夾回來 然後肚子往前推走 有點肚子挺出去喔 對對對 然後等一下我會撐住你 所以你就稍微墊腳 然後從肚臍出發導向我 好試試看 好來 稍微墊腳往前 倒 對 好 再 放心教給我一點 如果你 稍微有點緊張的話 上半身會先出來 屁股就會往後掉 所以從肚子出發 好再一次 墊腳往上 對 很好 好再給你多一點點 好來再一次 墊腳往上 對很好 再多一點 屁股出來堵裝一點 好墊腳 骨盆收 對很好 倒下來的速度會比較瞬間 這樣才是對的 好等一下我們用彈力帶 然後我會撐住你的骨盆 但往前的時候一樣 把我的彈力帶推走 然後想像你的屁股要一直跟我對抗 就是如果你的動作有 拉不動我的彈力帶 代表你的骨盆可能有點往下掉 所以你骨盆要稍微轉回來 然後把往前推向彈力推走 屁股要往前夾是不是 對對對 好我們試試看 我先給你一點點張力 好 再來 好我要夾中囉 對屁股夾 屁股夾 對屁股不要不見 肚子往下收 好再推 再推 屁股再收 好腳出來 所以我們跑步的過程 每一個落地的瞬間 都會像這樣的感覺 著地的支撐的瞬間 應該會是做到這樣的動作 你就不會下陷太多 OK 好再一次 好兩腳站穩 屁股夾 對 好再往前推 對 收推 收屁股 好腳出來 對 像這樣感覺很好 在你做彈力帶拉扯的過程 你會覺得髖關節被我Hold住 所以你會有一個持續要往前用力的感覺 對 會覺得屁股往前面要推出去 對 然後等一下我會把彈力帶放開 讓你真的跑出去 所以你要把延續剛剛的原地跑的動作 然後加上沒有彈力帶之後 往前的這個送寬 從有彈力帶變成空氣的情況下 還是要維持這個角度 嗯 所以我們等一下練習 OK 好原地跑 好再回來一點點 只有靠著彈力帶 太多了 再回來一點 對 很好大腿抬 大腿抬 好來準備 3 2 1 OK OK 錯嘛蠻快的 記得的原則 因為你現在骨盆前傾之後 你會突然覺得速度可能變太快 所以你要提醒自己的 就只有一直抬大腿 讓你去維持換步的節奏 如果你抬大腿換步太慢 你的骨盆就會下沉下來 所以我們要減少它有可能下沉的原因 就是把支撐留在地板的時間縮短一點 OK 觸地時間越長 就是腳留在地板時間越久 它就有越多時間可以掉下來 可是如果你碰完就走 它來不及掉下來 你又換步了 這才是我們要的動作 預備 Go 原地跑 稍微靠著彈力帶 大腿抬 45度 很好喔 屁股稍微hold緊 好上半身再回來一點點 現在往前衝的力量太多了 好少一點點 好 出發之後我會放掉推一下你屁股 維持這個前前的感覺 好 再給我一點點力量再彈力帶 好來 3 2 1 Go 腳抬腳抬往前 對 好可以可以可以 你有感覺你落腳的感覺不同嗎 我後面看 我覺得小腿前身的動作有變少 而且我覺得可能因為想要抬快一點 我就會比較小步一點 然後腳就不會往前面踩出去 就是因為你原本的動作太大步 所以你腳就會 太大步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 你後腳換步的時間太久了 因為他還在滯空 所以你前腳 既然後腳還沒完成換步 他只能再往前多延伸一點 讓他時間是平均的 可是當你前腳一直主動往下踩 後腿就被鼻子要趕快往前抬的時候 他就做不到往前伸小腿 因為他一往前伸小腿 後腳就會又騰空掉下來 速度就會太慢 所以我們反而是要透過 我們希望透過頻率來改變 腳有可能因為觸地時間太久 想要往前伸這件事情 當然如果頻率加快 會不小心太喘 因為心跳可能會提升 所以這就是要控制換步的節奏 像我們剛剛節奏可能是 一下就很小步很快 但可能平常跑不會這麼快 這時候就是要控制你的前傾角度 就是我剛有跟你說 靠彈力帶大力一點 或靠小力一點點 他就會影響的是 你移動往前前傾的速度 因為像我跟教練剛剛有在討論 就是那個跑步到底是要 大步比較好還是小步比較好 因為大步不是才可以比較快嗎 我每步都大步 我整個速度才會比較快 其實是這樣 就是當我們在往前的過程 第一個 跑步影響速度的觀念就是 步屏跟步伏 那剛有講到 大步一點跟小步一點差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 就是越大步 肌肉的 留在地板的時間 就需要支撐越久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在爬山或是爬樓梯 為什麼腿會覺得比平路來得更快疲勞 其實是因為你的腳 正常來講 在平路的過程 抬腿往下就換邊 他出力的瞬間很短 可是在上坡的過程 你需要踩著這個比你高的階梯 把整個身體的重量撐上去 然後再到下一階踩下去的時候 他才結束出力的時間 所以我們在往前的過程也一樣 就是如果頻率一樣的情況下 步伏越大 肌肉所需要支撐的時間就越長 因為他需要往前推的距離越遠的 第一個是我們剛剛講換步比較慢 第二個就是他落腳 所要受的承受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我們可以在原地試試看 你把腳試著 抬在你的腳踝旁邊 抬在腳踝旁邊 然後往前踩一步 好接下來回來 把腳超過小腿 到膝蓋附近 然後往前踩一步 回來 你應該會感覺腳落地的位置 腳踩的越高 往前越大步 可是衝擊也越大 但腳踩的越低 就是步距比較小 可是相對衝擊也比較小 所以這就是一個 怎麼講 有一好沒兩好 要抓平衡 對你要他快 他一定可以快 可是他撐不久 那這個就是每個人的身體的素質 然後還要來評估你自己在什麼樣的步距下 是舒服的可以跑得很久的 那以平均來看 如果正常男生的身高 可能165以上 170以上 通常頻率在負平170下 上下是正確的 是差不多的範圍 但如果低於170就會有點太慢 那女生可能稍微比較矮的情況下 可能會到165、170以上 會有這樣的數據 但普遍來講 高不平的人比較少 就是頻率高的人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頻率太慢 所以我們就會控制在頻率在170以上 就OK 但是不會說 要躲大步才是最正確 因為有時候這麼大步 你可以 但你的身體不一定可以接受 就是你肌肉強壯 肌肉強度不夠強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跑起來覺得更喘 對所以 步距來講 我覺得他沒有一個 合理範圍 每個人強度不同 但是我們會把頻率 統一鎖在170以上 步平一樣的狀況下 他會 等於說我會 提升他的肌肉能力的話 他可以讓他的步距等等 慢慢提高 然後 再讓他整個跑的時間 變快一點 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們跑步其實也要重訓 那重訓的目的就是 提升肌肉的強度 因為你想像一個 肌肉強度可能只有等級1的人 他跑步一下就沒力 所以他一定是很小步跑 然後節奏也快不起來 但如果他等級是10的話 對他來講 跑強度1的這個強度可能太低了 他就可以把步距稍微拉大 所以我們某種程度上 持續的慢跑堆跑量 除了練心肺之外 也是練你的腳 持續可以接受衝擊的時間 當時間越長肌肉就強化了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 透過重訓來增強 可是我如果 就算我肌肉強度夠 但是我如果想要跨大步 我不是還是會 小腿往前面踢出去嗎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回到頻率的動作 當你頻率太快的時候 就是你要把頻率加快是首要條件 不是直接跨大步球 因為當你頻率夠快 你腳就跨不出去 我們試一次喔 這個動作也蠻有趣的 我們現在在原地試一次 好原地慢跑 好我們一起 原地慢跑 好在原地慢跑的情況下 現在這個節奏可能大概 130 140 然後 好試著再跑快一點 好從此 腳抬高 對節奏變快 好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你們可以做到腳跟著地嗎 嘗試看看 腳跟只要一著地 節奏就變慢 對 所以如果你要維持好節奏快一點 大大大大大大大 好但是腳跟著地 大大大大大大 有沒有 節奏馬上變慢掉 所以其實做不到 這兩個是 就是 雙面刃 你要頻率快 你就沒辦法腳跟著地 因為腳跟著地 代表你頻率已經下降了 所以要加速的時候 我們反而是要先提升我的頻率 不是馬上增加步伏 因為步伏一增加頻率就會下降 這個時候就會造成跨步跑出現 所以我們反而如果頻率增加了 速度還沒有起來 才開始增加步伏 所以加速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頻率來調整 第二個就是剛剛的身體前傾角度 右左右左去感覺 每一隻腳在換步的過程 沒有出力的瞬間 現在出力了用力的程度 在著地那一瞬間才是出力的 其他時候都保持放鬆 對 對很好 現在兩個他們調整應該都已經到位了 基本上跑起來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體感上看起來是輕鬆的 等一下我們最後就來錄一下影片 看一下前後調整前後有沒有什麼差別 好屁股往前縮 對放鬆一點 對 我也還沒看好緊張 猜禮物的感覺 1 2 再看一次 這可能要放在一起看比較明顯 就是雖然一樣有腳跟 對還有腳軟 但是你看第一次的腳跟跟第二次的腳跟 但第二個回來就是看屁股的位置 屁股比較接近一直線的情況下 嗯 上下的正幅就變小了 就是 仔細看這個支撐是 動就換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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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意思的去把屁股往前面推會有點幫助 看後腳的膝蓋喔 推完 離開地板的時間 推完 離開地板的時間 我們看第一次 會等一拍才往前 等一拍 要推到後腳比較整隻直 對 但是第二次的話就會比較 還沒有完全直 就已經趕快要往前抬膝蓋了 看教練了 相對於第一次來講 是沒這麼高 可是左右腳還是有一點點不平衡 離開地板往前抬 離開地板往前抬 你的右腳還是會有一點點比較多的 往上 墊 你最後這一步 右腳腳的動作會比較 一點點往上 但左腳反而是比較好的 然後落腳的位置也是更接近全腳掌 沒有勾這麼高 因為勾太高就下沉越久 可是你勾的時間 就直接往前進方向抬腿 就會比較好 可是你的左右腳還是滿不平衡的 左腳往前很明顯 可是右腳會等一下 好那剛剛看完影片了 都有一點點小幅的提升 當然這個進步 就要需要一點時間訓練 但我們今天大概只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練習能改得很有限 但我們希望長時間下來 還是可以有進步的感覺 那我們就先來問一下 你們跑起來感覺有不一樣嗎 我覺得就是 剛才講到那個勾腳 跟著地的那個方面 會變比較輕鬆 就感覺然後頓點會感覺比較順暢 就你覺得沒有頓一下的那種感覺 身體的重心然後感覺是用滾過去滾過去 就感覺會比較省力 我覺得這個 以教育來講可能是我自己覺得 左右邊的囤積可能 跟腿後的力量有點不平均 右邊可能比較壯 所以跑起來會有一點點 拉扯上的落差 右邊可能是 以前打球 我們都會沒習慣 一邊的只有一邊比較強 所以我剛好都是右腳嘛 對 我們以前打球 投球或者是打擊 我都右頭右打 所以我剛好支撐腳都是右邊 右邊比較強壯 所以你右台比較高 有可能有可能 這是接下來可以 調整接近的地方 好那Josh呢 你等一下跑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是覺得之前 如果想要拉速度的時候 就會一直想要把步伐加大 然後反而速度拉不起來 然後又很累很喘 他剛剛試過這種方式之後 覺得我速度拉快 好像身體的負擔沒有特別明顯 所以還蠻想去試試看 用這樣的方式去跑 速度可不可以比 之前還要更快 沒錯 我覺得應該會差蠻多 但因為腳傷的關係 所以可能最近沒辦法 我在休息一陣子 但我覺得如果動作上 如果是調整後的跑姿 理論上你的腳的衝擊也會比較小 可能在受傷的地方也會 負擔不會這麼大 很快可以跑比他快 跟教練下站鐵 期待你們接下來 在三月份 要互相傷害 要互相傷害 要跑古都馬拉松 夏天的中午都會看到我們 夏天中午看到有人在那邊跑步 就是我們兩個 通常不會有其他陣 怎麼可能在中午跑步啊 在台北沒有辦法想像 南南夏天正中午 有點太熱了吧 有魚我們就不跑 好 陰天不跑的也要大太陽 太厲害了 好 那希望今天的調整 對大家兩位都有幫助 那他們兩個的也是蠻常見 大家跑者可能會常遇到問題 你可能跑一段時間 但是動作上 只有很小的地方的細節 可以優化更好 但我覺得這些都回到最基礎的問題 就還是重心的位置 跟你的分解動作的正確與否 當你重心位置正確了 馬克超位置習慣了之後 其實你的經濟性就會變得更好 就是你的支撐在瞬間都是 抖抖抖抖抖 你不會有太多的下沉 你是很流暢的換步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 好啦 希望今天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你的家楊哲睿 我是Josh 我是Fi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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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insert5 我是Fitcher 你胡廷 我是Fitch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